三则杀生夜报的因果实录 在佛教观念里,人的一切际遇皆为累世因缘业力所招感 因此,今生之所作所为,就成了将来所感受的善果或恶果之因 若能行善积德,等于是在为美好的未来奠基铺路 而若杀生犯戒,多行不易,不良的业力时时累积 终究会在今生或后世显现出影响力的 我们要了解,夜报不一定是时时显现 它可能有很多种 今生受报的现世报,来生受报的来世报 累世多戒后,才受报的后世报等等 无论行善或造恶,没有马上受报 他平常没有特别的嗜好,只是很喜欢吃隔离 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自己到了明府 亭上的判官问说 你知不知道为何每次都落榜 他说,不知道 于是判官便让他看见过去所时无数的隔离向他锁命 这些隔离都打开棒壳呼唤 哨标,哨标 他看了觉得很害怕,便合掌念 阿弥陀佛 此时,这些隔离都变成黄雀飞走了 哨标惊醒后,便再也不吃隔离了 甚至还戒杀吃素,皈依佛教 后来他不但考上了进士,还当上安抚使的高官 二猪对鱼 偶一大师说 在松江省,有一个专门杀猪的猪姓屠夫 有一天半夜,他在上厕所时 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起初以为是小偷 于是便拿了根棍子要打小偷 后来才发现是猪圈里传出的声音 这个屠夫仔细聆听 竟然听到一只猪唉声叹气地说 唉,我明天就要被载来卖了 另一只猪更忧愁地说 因为你过去所造的恶业 所以要做猪七次 这次是第六次,就快要结束苦难了 而我要做猪五次,这次才第一次 我的痛苦还很久呢 屠夫听了猪的对话 才晓得,人所造的恶业会使人轮回恶道 转身为畜生 于是从此不做杀生的工作了 死后信佛 在靠近山东的地方 有个人名叫王之洪 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叫催鬼的人 但才刚新婚没多久 很不幸的,催鬼就生病死了 在催鬼死后十几天 有一天晚上 他的妻子觉得好像听到催鬼说话的声音 刚开始听到时 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太想念死去的丈夫 所以才有的幻觉 但没想到 这个声音越来越明显 而且一连持续好几天 于是妻子才敢确定 自己听到的声音不是幻觉 这时他才告诉父亲 他们都觉得十分惊讶 后来有一天 岳父和妻子都在 妻子又听到丈夫说话的声音 而父亲也听到了 催鬼向岳父和妻子说 如果在我的牌位设时 要用素食 因为我已经归依佛教了 而且他告诫其妻 要常常礼佛诵经 多行善积德 催鬼还讲述地狱之苦 说 人最大的罪过 大概就是杀生以及不孝 我虽没有什么罪过 但也没有做过善事 希望你们能够为我 设斋供养佛菩萨 以及出家僧侣 并为我抄写法华经 金刚经 以及般若经各三部 等功德圆满后 我便可以往生善去 他们便照催鬼的请求去做 写经供佛及斋僧 佛事圆满后 催鬼很感谢地说 我今天就要转世了 所以来跟你们道别 非常谢谢你们 为我做的佛事 从此 王家便都虔诚信奉佛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